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 有时候一些小青年跟台长聊起过 人生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 到底为什么 实际上有时候在会上 我觉得有些小青年觉得 我们一直在追寻的这些理论 这些知识 那么到底活在世界上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 实际上答案就是在你本身 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做善事还是做好事的 你到这个世界上是来行善积德的 你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你下一辈子奠定基础了 你到了这个中转站 能不能在你下一辈子继续进行你的旅程 所做的奠定的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每一分钟都不要浪费 每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每一分钟 很多人天天把时间用在无谓的浪费当中 有的人打麻将 有的人喜欢到俱乐部水喝酒 有的人喜欢旅游 有的人喜欢聊天 吃饭 实际上这些是不是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还是用你自己本身的良心和你的境界来判断吧 因为每一个人境界的不同 他可以让他得到不同的回报 也就是你如果是小学的水平 你永远不能知道大学生他学的东西 你如果是一个大学水平 你永远不知道研究生他在研究什么东西 实际上我们不管学什么 都是要好好的学 都是要能够理解 好 那么台上呢 继续给大家说因果 我们说有因就有果 反过来说有果就有因 因果是什么呢 犹如简单的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因为你的因果滅力所为 所以你这个豆呢 长得好坏 跟你种下去的种子 是很有关系的 很多人以为 我们所做的种子 不管是好是坏 一定能长出好的果实出来 种子的好坏 实际上就是你心灵的 那个种下去的田 所以佛法经常说叫种福田 你今天把这个福字 种在地板上 种在了你的心灵 它在地板地上 就能长出福出来 在你的心灵也能长出福出来 你今天把这个胸 种在了你的心田当中 那你心中所长出来的一定是胸灾 你今天恨人家 一定会被人家恨 这也叫因果 你今天骂人家 你一定会被人家骂 这也是因果 你今天帮助了人家 你今天帮助了人家 人家以后帮助到你 这也叫因果 所以因果丝毫不爽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因果报应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因果 那么大家知道 古时候说 君子有所为而为善 也就是说 我们做君子人的 我们要做善良的人的 你所做的一切 如果你只要做出来的事情 你一定要做为善的事情 因为你是君子 就像我们现在学佛人一样 学佛人不能骂人 学佛人不能吵架 学佛人不能称恨 学佛的人不能贪称痴 而甚至学佛的人都不能骄傲 因为骄傲会让你往下 你的境界就会往下 所以你既然把自己称为学佛人 你就要为善必行 所有你的行为都要有善良的举动 则其为善也必不争 何事谈及因果 如果一个君子人 你的行为表面上是为善 但是呢 你的意念 你的出发点 没有真心真意的想去帮助人家 那你这个事情 何谈真呢 而且何谈因果呢 也就是说 你也是一个不懂因果的人 虽然你是君子 但是你还是不懂因果 因为你没有把真正的因果 学到自己的心里 所以我们要懂因果 要真正的 要害怕 因为你所种的因 它一定会有果的 你今天肠胃不注意 你的胃一定会不好 你今天天天的做坏事 你总有一天会被发现 所以这些因果道理 不但我们要从面上去学 我们还要从它实质上去学 也就是要做善事的时候 更要懂得用心 要真的去帮助人家 那么才谈得及你懂因果 父无所为而为善 只可以与上智之人 也就是说 大丈夫 无所谓 什么事情 哪怕都做不成 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而为善 你只要抓住一个善良 像这些话 只能对上智之人讲 也就是说 有充分 聪明和智慧 对现在的人讲 就是要对那些学佛的人来讲 他们明白 虽然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都是以善待人 其实这个就是有充分智慧之人 那么有的人觉悟不高 是中人以下 那么一般的像中人以下的 他们呢 是必自由所劝而厚善 也就是说 他们中人境界不高 善事还没有所为 他们要听人家篡导之后 而开始修行 修善 这些中人以下的 也是说 他们也有善根 但是呢 他们没有发掘和挖掘他们的善根 他们必须要有人帮助他们 开悟他们 他们才知道 啊 我应该多行善 今日无所为而为 是主人向善之路也 也就是说 今天有很多人 根本做得不好 而拼命去做 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而拼命去求 去为 也就是为他去做 实际上 是主爱人向善的路啊 明明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拼命的去做 明明不应该贪的事情 你去贪 明明求不到的事情 你去求 明明很愚痴的事情 你非要去耳所为 实际上 这就是主人向善之路 这些就是主爱你 人心向善的道路 大家想想看 整天想种六合彩 整天想发财的人 是不是他还会布施吗 是不是主爱了他向善之路啊 他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肯做 什么恶事他也不管 他为了赚钱 这个是不是主爱人向善之路啊 所以圣人 以佛道 佛菩萨来作为教育 所以聪明的人 是以佛菩萨的境界来教育众生 而优在于神明 也就是说 在暗中 我们称赞那些古时候的圣人 我们称赞菩萨的伟大 所以学佛 实际上就是要学的精神 这些教育到后来 也是让你学到佛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